官逼民法,这是古代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,毕竟当活下去都是奢望,便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了。纵观每个朝代的末期,几乎都没能跳出这个惯例,在沉重的剥削之下,农民奋起反抗,给了统治者沉重一击,也随之掀起了起义的浪潮,就拿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来说,就是活不下去的洪秀全一手掀起来的。 红秀全原本只是一届立志为清朝贡献一生的穷苦书生,可是无奈的是,他考了很多次都没能高中,在乡亲们异样的眼光之下,红秀全逐渐走上了信仰上帝的神神叨叨之路。 如果红秀全能高中近视,那么或许历史上不会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了,但这并不是说清政府可以高枕无忧了,毕竟民怨沸腾之下,没有红秀全,还会出现黑秀全,蓝秀全,那么红秀全屡次不重, 真的诠释清政府的因素吗?其实倒也不见得,毕竟腐败的清政府每年都在开科取士,既然红秀全屡次不重,必定有他自己的原因,而在英国发现的红秀全的亲笔书信,则为我们揭开了谜底,因为他的书法造诣实在令人不敢恭维,在那个看字如看脸的科举年代。 如果不能写一首好字,那么出现的机会就会小很多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此外,红秀全在文采和后台上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,当样样能力都不突出的时候,又想在科举的大军中脱颖而出,简直难如登天,这就好比现在的语文考试,如果能写一首好字,绝对是加分项,可是如果字写不好,达卷时所写的字十分潦草,让乐卷老师根本看不懂,想拿高分自然不可能。 当然,我们本篇的重点并不是要讨论红秀全的书法造诣,而是这封亲笔信的内容,其中牵扯到了天津事变,内容颠覆了历史认知, 让我们知晓了,杨秀卿的死另有隐情,咸丰元年,红秀全发动金田起义,自认天王,定国号为太平天国,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,就此全面爆发。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,太平军一路高歌攻城掠地,严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,尤其是占领了南京,攻克了清廷的江南大营后,红秀全好似已经看到了清政府灭亡的光景,享乐之心开始滋生,也正是红秀全的这种态度,让太平天国整个核心领导层都开始走弯了。 而天津事变则是这种享乐主义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,在我们的印象中,天津事变是这样的,随着太平天国运动所取得的成功,红秀全开始享乐,做起了甩手掌柜,而作为仅次于天王的东王杨秀卿,开始不满足自己的九千岁,他便想着更进一步当万岁,可是在这条路上,另外的四位王和红秀全的异媚红宣娇都成为了拦路虎。 他们不甘心被杨秀卿领导,便开始在内心里盘算着怎么提高自己的地位与权势,当时太平天国内部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,教权、政权、军权相互分立,即便杨秀卿能握住后两者,可教权的领袖始终都是红秀全,而作为郁媚的红宣娇,更是女教徒心目中的领袖,杨秀卿明白,想要夺回教权,必须先从红宣娇身上下手,于是他对红宣娇采取了严厉的打击, 甚至还逼迫着红宣娇同意了让他代替天父来仗则红宣娇,红宣娇受了委屈之后,便多次在红宣娇面前告状。 萧朝贵战死之后,杨秀卿进一步集权,这更引起了公愤,红宣娇则利用这个契机,让红宣娇秘密联合北王为昌辉,趁着杨秀卿没有准备,一举血洗东王府,杨秀卿被杀后,受其牵连的人而被诛杀的人更是高达三万多人。 所以,在我们的印象中,天津事变背后是红宣娇在策划,目的就是为了诛杀意图谋反的杨秀卿,但实际上是不是如此? 这就要看这封书信的内容了,目前流传署名红宣娇的亲笔信都是伪造品,它的真迹很少,目前被公认的只有两件。 一件是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亲笔诏书,另一件则是存放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中的红宣娇珠批,这封信亲笔信是红宣娇写给英国特使鄂尔金的,美其名曰,赐英国全权特使鄂尔金记。 由于这封信篇幅不算短,我们就只引用有关杨秀卿的记载,即,也遣东王来赎并,眼蒙耳龙口无声,受了无尽的心战,腰损破井跌横,爷爷欲先降圣旨,是由外出苦难清,妻至朝贯遭陷害,爷爷圣旨总成形。 从这份诏书的内容,我们不仅能看出红宣娇的文化造诣实在太一般了。 打油诗都写得不够朗朗上口,不过从内容上,我们却能看出,在红宣娇的眼中,东王杨秀卿是被冤枉的,既然红宣娇在这份诏书提到了杨秀卿是冤枉的,想必并不是空穴来风,像比较清末的史料来说,红宣娇的亲笔信自然更有说服力,毕竟杨秀卿真有谋反之嫌,红宣娇根本没有必要对外宣称东王是冤枉的,不然就是打自己的脸。 而在杨秀卿被杀后,红宣娇的做法也佐证了这点,杨秀卿被杀后,北王维昌辉一度取代了东王杨秀卿的地位,顺带着还把前来问责的一王石打开,逼出了天津。 没多久之后,红宣娇便发布诸唯诏书,维昌辉在潜逃过程中被抓捕,红宣娇则将其处死,连带着还剥削了他的王位,被贬为了北奸,维昌辉被杀后,红宣娇则立即以太平天国的名义,亲自颁布天丽六节,并命官父做阅令诏,为之平反昭雪,诏令是这般写的。 天立三重十东王,降托东王是父皇,爷前下凡空中讲,爷今圣旨降托阳,七月念七东升节,天国代代墨歇王,谢爷降托书并主,乃埋世人转天堂,这一诏令的颁布,不仅肯定了杨秀卿的功绩,而且将他被杀的那天定位了东升节,这在后来也成为了太平天国六节之一,如果杨秀卿真的要谋反篡位,红宣娇根本没有必要为其平反,更何况, 当时杨秀卿已经是赌掌天国大权了,喜好女色贪图享乐的红宣娇早已不问正事,杨秀卿又何必非要贪图天王之名,由此可知,杨秀卿被冤枉陷害的可能性非常大,毕竟红宣娇是个多疑之人。 杨秀卿真有谋逆之嫌,他根本不会容许杨秀卿赌掌天国大权,更不会在他被杀后为其平反,然而郝景并未持续太久,红宣娇将大权交付给了东王杨秀卿,自己则沉迷于后宫的欢愉之中,国家的政务逐渐荒废,杨秀卿渐渐心生意志,企图篡夺红宣娇的王位。 到了1856年,杨秀卿的野心终于暴露,一场针对他的叛乱被揭发并遭到了镇压,结果导致东王的全家都遭到了杀戮,对此深感不满的北王维昌辉,竟在天王面前擅自诛杀了一王石打开的全家。 然而,北王的野心也未能得逞,很快他便被天王所诛杀,太平天国的高层间矛盾重重,原本稳固的团结局面已然瓦解,与此同时,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也趁机插足其中,使得局势愈发错综复杂。 曾国藩深感太平天国所秉持的异端思想若肆意蔓延,必将对远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构成致命威胁,因此,他积极倡议并全力支持清军,同时远赴西方采购尖端武器以增强军备,与太平天国抗衡,在他的卓越军事领导和精准战略指挥下,清军逐渐扭转了败局。 最终取得了胜利,小张目睹太平天国陷入混乱的漩涡,内心的痛苦如潮水般难以抑制,原本,大家怀着著名除困的崇高理想,齐心协力,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场理想化的运动却逐渐变质,演变成了野心勃勃的政治角逐,洪秀全沉溺于权力的诱惑,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初心。 而杨秀卿等人也各自心怀鬼胎,不断追求个人私利,就这样,一个曾经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理想,最终沉沦于黑暗的深渊之中,小张选择退出纷扰的军队纷争,决心回归故乡。 然而,当他抵达家乡时,却发现亲人已逝,村庄也笼罩在一片荒芜与凄凉之中,此情此景,让小张泪水滂沱,信如刀脚,他在废墟中徘徊,思绪万千,最终决定舍弃这片故土,孤身一人踏上前往远方的征途,他内心深处仍怀揣着对太平盛世的渴望与期盼,坚信只要人心尚存,理想之光便永不熄灭。 1864年,太平天国已处于败事之中,这一年,清军与西方联军联手攻破了南京城,身处异乡的小张,得知这一消息后,内心久久不能平静,那个曾经寄托着他理想与希望的国度,终究还是如同烟雾般消散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,历史宛如一面映照过去的明镜,我们应从中汲取宝贵的智慧,对于太平天国覆灭的沉痛教训,值得我们深入反思,以资借鉴。 最初,他的诞生是为了颠覆腐朽的统治,为民众带来福祉,然而,建国之后,他却不慎步入了与封建王朝相似的历史轨迹,内部矛盾不断激化,最终导致了自我毁灭的命运。 实际上,改变一个国家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,我们必须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养分,不断积累和学习,逐步推动各项改革,方能实现我们的理想。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正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课,他告诉我们,革命并非一时的冲动和狂热所能完成,而是需要长期的孕育,逐步的推进,方能达到预期的目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